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旅游的景点 那现在当然还是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那有经过的一些装修 有一点古色古香 但是里面的卖店 大概基本上都已经变成是新的商店了 包含星巴克啊 肯德基卖道都来了 那里面也有卖一些新的这个商品 其实建筑的样式是参照以前的 但是其实整个大的环境已经是新的样子 那上海玉园呢 它其实是上海城隍庙的所在地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其实因为在500年前 就是上海可能刚开铺的时候 这里其实真的是上海最热闹的地方 那所有这种中国的城市 大家想象就是 如果在以前的话 永远都是庙前的这个广场 都是最热闹的地方 像台湾也是 就是基隆庙口 就是很多的这个庙的前面的 永远都是一些摊贩啊 人流啊 有一些商务的聚集的所在地 所以永远这个地方都是车水马龙 那么时光飞梭到今天呢 其实现在也还是 因为现在除了上海本地人之外 上海本地人可能平常比较少来啦 但是可能不管是外地的 可能是国外的游客来上海 大概都会停留在上海玉园 稍微绕一绕逛逛一逛 可以感受一下 过去的上海是什么样子 那我就在想 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时光穿梭到500年前 假设比如说 在那个朝代 然后呢 人生杂踏 然后就是 一切这个建筑物的这个背景 都是旧的情况下 我们好像真的可以在这里 想象看到一些 街头的表演 那如果回到现代 回到现代的话 会不会也会有人在这边做表演 那你想象的表演会是什么 会有人在这边拉小提琴吗 还是会有人在这边踩高桥 还是有可能会在这边拉起鼓针 不知道 所以这跟我们今天要采访的人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他的这一个表演艺术呢 其实呢 会让我直接联想到 就是他如果是在这样子的市集里面表演 是非常合适的 那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发挥想象力 来想一下 如果在现今的这种市集里面 什么样子的表演 会在这里非常的吸引人注意 好 所以今天呢 要给大家访问的特别来宾 就是 Folka福尔摩沙马戏团的 创办人间团长林志伟 那大家可以想象吗 台湾竟然有马戏团 其实小时候 我好像有看过马戏团 但是那时候 你想象的那个马戏团 就是有一个这个很大的帐篷 然后远远你就会看到 然后有些声音 然后你进去之后 之所以以前叫马戏 是因为他们其实真的会有马在里面跑 就是所有的这些特技或是杂耍 都是在马背上面完成的 那这个东西就很穿梭时空 就会感觉上 好像在台湾 但又不像在台湾 就是这个其实并不是我们台湾 很原土本身的这种记忆 那所以当我看到 就是说 原来台湾现在有一个新的 而且是现代的这个马戏团的时候 其实我非常的兴奋 我想说 哇 现在这个时候 还有马戏团 那这个马戏团 一样是马戏的表演吗 还是有什么不同 那么经过深入了解之后呢 才发现就是 对啊 其实我们的这个马戏团 只是一个名字 像很有名的 大家听过 在拉斯维加斯的这个太阳马戏团 其实已经没有马了 而且他的这个表演呢 不但结合这个声光影特技 那甚至他整个是一个舞台的一个表演 那么这个的话呢 他其实这个特技只是其中的一小块 当然他每个人的素质就是都感觉像 不是普通常人的好 但是包含呢 在他们的这个特技 或是他们的身体特质之上呢 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声光电 现代的这种表演元素 通通都加进来 那我们就发现就是说 其实原来台湾也有一个 可以站上国际舞台的 类似这样的一个现代马戏团 那他就是Folka的福尔摩沙马戏团 是2011年的时候 他们成立的 那后来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成立的时候 不是叫做马戏团了 那因为有一些因缘际会 有一个贵人告诉林志伟说 你应该要把它改成 就是台湾的马戏团 果然就一炮而红 那为什么会特别想说 在世纪里面呢 因为他们其实这个演出呢 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虽然他们也可以进到这种 两厅院或是大的剧场里面 去做这种近况式的表演 这也他们已经做过了 但是他们其实更着迷于 就是说走到这种下乡 比如说在不同的这个乡间 或者是不同的这种城镇里面 为小朋友 或者是说为这个当地的人 去做一场表演 所以他就有符合了当时这种 马戏团的精神 马戏团的精神就是 我打包完像吉普三人 我就是跑跑跑跑到一个地方 我就在这边表演 然后跑跑跑到下一个地方 我们就在这边驻主 又在这边做表演 表演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然后再往下一个旅程去 所以这整个的一个形式呢 让人家觉得非常的着迷 那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马戏团 可以代表台湾 然后在国际上 跟其他的马戏团去做竞争 也让世界看到台湾 我们进广告稍休息一下 马上来听听 我们这个福尔摩沙马戏团的 创办人间团长林志伟 来跟我们聊一聊 究竟他带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马戏团 欢迎回到 《WUNO LIFE 光听你说》 我是主持人 《WUNO 賴宇农》 今天呢 在我们现场的是 福尔摩沙马戏团的创办人林志伟 哈喽 志伟你好 哈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志伟 马戏团 真的假的 我真的不知道台湾有马戏团 台湾只有这一间马戏团吗 你们这一团 其实台湾现在蛮多所谓的circus 但我们会讲马戏团 主要也是因为 在整个国际观来说 我们去参加了非常多国外的艺术节 但我们多半都被归类在所谓的circus这个类型里面 反而我们跟人家讲 我们其实我们东方的说法比较多会常说 我们是特技演员 对于很多人来说就会变成说 那你是做什么特技 比如说像那个特技脚踏车 或者是我今天把一个玻璃 吃到嘴巴里面 他其实也是在表演特技 了解 并不是我们想象 因为不是之前有一部电影 然后就是会想到大象啊 长颈鹿啊 狮子 所以不是有动物的才叫马戏团 没错 就我们的动物就是我们的人 人来扮演着这些所谓的 大家印象中的那种动物的表演这样子 所以是比较像是一个艺术性的表演就对了 没错没错 所以我突然想到那我有看过太阳马戏团啊 其实太阳马戏团就没有动物啊 没错 其实在最早最早的时候他们也有用动物来表演 只是说他们在后面他们就转型变成用人来表演 所以他们算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时代的一个转换的一个代表性 我听懂了 所以我们就是首先要先证明就是说Circus这件事情 因为Circus当然你翻过来就是马戏团 那马戏团我也觉得很好 因为马戏团很细经 但是马戏团其实没有马 就是首先是就Circus这件事情 它其实在你说的国际上 它其实已经是一个专业 它是一个艺术表演的一个形式 但是它不见得一定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 就是好像很吉普赛 这也有一点点浪漫我在想 就是好像马车然后就一群动物 然后跟着扎营到下一个 在台湾是怎么样表演的 你们的表演形式 其实在台湾我们的表演形式其实蛮多元的 像我们有些作品蛮亲子的 就是很适合亲子可以来看 那有些作品其实会在大型的户外做公演 台下多的话有做到超过一万人 会看着我们的演出 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在去年 也第一次走进台北的国家剧院演出 所以其实马戏它的可能性 其实也蛮多的 只是说我们把它想象 它就是一个表演艺术 只是我们这一群人都是会后空翻 会倒立 会走钢丝的一群人 然后去排出来的一个表演作品 那跟我们聊聊当时怎么会想到 要自己创这个马戏团 就是创这个表演团体为什么 其实跟我自己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 我三岁吧 我父亲就过世 然后我妈妈因为要养三个小孩很辛苦 所以我在十岁的那一年 我就上了台北念书 为什么会上台北呢 因为当时台北有一间学校叫做复兴巨校 我知道我知道 复兴巨校 也就是现在的国立台湾戏曲学院 是是是 对那这间学校 其实一直都有在培育所谓的传统戏曲人才 像比如说有歌纸戏啊 京剧啊 像我以前的这个科系 就是在培育所谓的特技演员 对所以我们十岁进来到这边 所谓的八年一贯之 就是国小五年级六年级 然后国中三年高中三年 那我们这八年的吃穿住用 都是学校养我们 国家养我们这样子 所以难怪你的整个身材看起来很好 就是因为我记得 复兴巨校就是巨校的学生 真的是从小就是劈腿拉筋 然后倒立 就是我记得好像是我们班 还是我们学校那时候 戏剧系有来过一个复兴巨校 我就说哇 他就是插课打混样样会 嗯好厉害 因为我们就是 去到这间学校念书 你因为是公费生吗 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就被培育 如何作为一个演员 然后比如说回馈给学校 回馈给国家 所以我们在学生时期的时候 很常比如说双十节会演出 四海同心晚会 或者是跟着一些市长啊 市议员啊外交官出国去 所谓的文化建交 或者是宣伪侨报的工作 没有没有 可是你这个现在超潮流的 就是就算朋友出去唱歌 唱歌来说 哎来个后后翻 啪你就可以立刻翻 哎就想说 哎这位倒立 你就可以马上倒立耶 没错 天哪 你知道我学倒立学多久 就是我觉得不会的人 真的没有那个会跟怎么样 就是倒立不起来 这个是硬练练的出来的 嗯其实他还是有一个很专业的系统 对只是说像我以前我们来到学校 不分所谓的系统我们就是练练练 因为我们从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要起床了 然后一路到晚上十点才能上床睡觉 所以一天有整整十二堂课在训练你的一切的东西 这样 但最后呈现出来的其实是一个美好的艺术的画面 就是艺术很辛苦 艺术的背后真的很辛苦 那后来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商业化 就是觉得说哎我要我要来创一个团 为什么 因为其实聚校毕业之后就很像脱疆的岩马 就哇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大 因为我们毕竟从十岁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没有所谓的叛逆期啊 或者是人家呃国中高中在外面做什么 我们其实每天就是练功 然后住在这间学校 所以毕了业像本身自己是演员出身嘛 然后又有这些所谓浑厚的基本功 所以就很常去拍广告啊 当替身啊 像拍赛德克巴莱啊 像包含那时候我几个伙伴们有人去当 那个彭院的替身啊 翻滚把阿信 所以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你发现 我们随着年纪越来越增长 同时你看着前面学长姐们 他们到了28岁30岁可能就要相继的去转型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说 不对啊为什么我们会慢慢的走下坡 所以就后来决定成立这个剧团 而不是以商业的模式去发展而已 而是往剧场的模式继续去走 如何让马昔给注入更多的文本 产生出温度 就像看舞蹈跟戏剧一样 你会看完会觉得说 他很美 而不是像过去的特技 你就会觉得说 他就是视觉的饗宴 丽与美的结合 类似像怎么样 比如说你刚刚讲到说 一个比较适合亲子看的节目 是像什么样的节目 应该说我们类型现在还其实蛮多 然后除了有自己剧团里面的 所谓的培育的导演 創作者以外 我们还是蛮常跟国外的 或者是国内的一些很厉害的艺术家 导演来进行合作 因为以前我们在学校训练的 比较是训练你成为一个演员 没有训练你成为一个导演 或是创作者 所以我们其实这十年来 也都一直在摸索这一件事情 所以才会说 去年是我们成军的第13年 终于有点算是被认可 而走到国家剧院去演出 因为其实对于很多的表演剧团来讲 台北的两庭院 国家剧院是一个殿堂 没错没错 所以那一次的表演是什么样的内容 其实像我们最近在排的一个作品 他就是弄得很 应该说很当代 就很当代 就是说其实我们整场的表演里面 不见得会让你看到任何一个后空翻 但是你所呈现出来这些演员们 他们其实是一群会导力 会后空翻的表演者 所以我们每次还是看导演 他的文本是什么 他想要这次排录的主题是什么 只是说他的表演者 可能从过去是一群舞者 或者是可能是一群戏剧演员 可能现在是一群马戏演员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跨界的合作 或者是本身创作的合作 我们这个的发展 其实都会抓两年到三年 从workshop开始工作方 找他来上课 好像有感觉了 好吧那我们继续交往好了 好像继续交往还不错 好那我们来结婚好了 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年度制作 当时你在这个成立的时候 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有人帮你吗 就是当时成立这个剧团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 那时候就很热血 因为那时候成立这个剧团的时候 我才大三 然后我当完兵的时候才正式的立案 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很像 很多热血的那些大学生都会创热音色 或者是创乐团一样 我们就创了一个马戏团 然后那时候的排练地点 也都在学校的地下室啊 公园里排练啊 那就是开始慢慢的就给自己一些目标 就是说像我如同我刚刚讲的 毕了夜 我们到处会接case 好像剧场离我们越来越远 那为什么会离得越来越远 明明我们毕了夜应该要往上走 怎么会反而演出的场合 只剩下街头啦 上综艺节目啦 游乐园表演啦 哎怎么离舞台越来越远 所以这个团的成立也是因为 那我们可不可以走回剧场 所以当时就活同一群志同道的伙伴 我们就成立了这个福尔摩沙马戏团 然后我们就开始打造了第一个年度作品 所以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 在西门町的中山堂 拍了我们第一出的年度作品 所以就是把我们自己所想象的那些东西 放到这个作品里面 比如说我们毕业的时候 除了刚刚讲的那些表演的形式以外 我们蛮长的时间在担任街头艺人 就是在街头赚钱才有办法付学费 付台北的房租嘛 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故事 把它排到这个作品里面 比如说我们在街头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曾经演出演到一半下大雨 我们曾经演出演到一半 有流浪汉过来跟我们要钱 或者是有人喝醉酒过来闹我们 都有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过程 把它排成这一出舞台的剧 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这一个五光十色的背后有这么多一面 所以它其实就变成一种文本 比较不会像是我们过去看游乐园表演 哇高空好厉害哦 哇杂双好厉害 好像你就只有拍手 然后跟啊它怎么失误了 好像没有任何的温度 可是连我们去看一场电影 你都会觉得说 奇怪刚刚那个电影 它为什么那个陀螺还在转 它为什么那个还在什么 所以我觉得表演其实本来就是可以创造很多的想象给到别人 所以我们佛卡这13年来的发展 不断的在打造这种各个类型的作品 那听说你张时这个马戏团这个名字 是林怀明老师帮你取的 是这样吗 呃是就是我因为毕了业 就是除了刚刚讲的当替身啊 去接case以外 我自己因为很喜欢表演 所以我其实到了非常多的表演剧团去担任所谓的约聘 比如说去子风车 然后比如说去如果或者是云门舞集 所以那时候我去到云门舞集的时候 呃自己这个剧团已经创立了 可是对于老师来讲老师说啊 很厉害 老师其实没什么理由 但后来老师得知了说 哇我们要去法国亚维农艺术节演出 他就觉得说这小子是来真的哦 嗯所以老师就还蛮常陪我聊天告诉我他讲一句话 其实让我很感动 他就说我就是你们牌啦 嗯有什么事情来跟我找啦 所以我就很感动 包含那一首以前我们的团名叫做mix舞动巨方 但是老师想着想着就说这名不好 老师就真的就陪着我想 然后就想出了福尔摩沙 对所以也因为福尔摩沙马戏团有点冗藏了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取名了一个 我们的英文名字的缩写 因为福尔摩沙就FO嘛 然后C是circus 二层是艺术 所以后来我们就缩写叫FOCA 所以FOCA 这个名字其实他听过很难忘记 就是福尔摩沙当然就是台湾嘛 但是福尔摩沙马戏团 我第一次听到说 哇这么酷台湾有马戏团 真的假的 而且是一个年轻人在做 所以马上就吸引我们 所以我觉得你不用担心 就是就好好的帮台湾走出去 然后让世界看到说 哦原来台湾有一群这么执着于艺术表演的人 好那我们进广告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马上再回来跟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 FOCA 福尔摩沙马戏团的创办人志伟 我们再跟他聊一聊 就是这种街头表演 跟在舞蹈的表演有什么不同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吴诺Live光听你说 我是主持人 吴诺赖宇农 今天呢 在我们现场的是 FOCA 福尔摩沙马戏团创办人 林志伟 哈喽 志伟你好 哈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刚才呢 其实聊了很多热血的这个创业过程 就是 马戏其实是 特技 就是说 其实是一个表演艺术 但因为我自己也是戏剧系的 所以我就知道表演艺术 其实有戏剧 有舞蹈 但现在我又知道说 原来特技杂耍 这个也算是一个 可以登得上国家戏剧院的 这个表演艺术 你觉得这三个要怎么分啊 就是这三种不同的表演艺术 有没有什么类似的雷同 然后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是 因为其实我觉得 在这过去这五年十年 其实全世界都已经在做跨界 跨界 你已经分布出来说 这个舞团 或者是这个戏剧团 或者是音乐团 其实像以前的这么单纯 连同现在音乐剧很有名 但是音乐剧里面有戏剧演员 他甚至在国外有更多的马戏演员在里面 让这整个的作品变得更丰富 那回到我自己身上 因为过去 在台湾的整个舞蹈 或者戏剧的领域 他发展的算是生态很完整 他在国中高中有戏剧系 舞蹈系 然后甚至到大学都有这么完整 还有博士班 但是相较于马戏特技其实就没有 甚至台湾目前还是唯一只有一间学校 有培育这样的人才 所以我自己这样子在很多的优秀的剧团跑了一圈 你就很发现戏剧跟舞蹈的系统 其实我们是可以来做于接近 尤其以舞蹈来讲 因为他动身体的方式跟我们马戏演员动身体的方式 其实很接近 因为他是大量的动身体去拍出一个作品 所以我就引用了蛮多舞蹈的一些结构 怎么导入在我们的整个的系统里面 甚至培育演员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包含我们现在的剧团的艺术总监 是云门舞集离开的舞者 他是北一大舞蹈系七年一贯制出生的 然后就找他进来 怎么去改变整个的特技的那么的自私的一个样貌 比如说以前我们要迭罗汉 我们就有那些很基本的动作 就要停在那边 但是怎么藉由这个舞蹈的流畅的东西 让他爬迭罗汉的东西 是一个很唯美的感觉 包含再讲到另外一个戏剧 因为戏剧人或是戏剧的一个 培育出来的这样的人才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缺乏 整个把这个作品如何精准的传达给到观众文本 如何让这个作品是要带给别人感动 还是快乐 还是背后想要传达的东西 我认为戏剧的导演是蛮可以帮我们到加分 在传达这个上面 所以我们在这几年跟蛮多戏剧导演合作 比如说像王嘉明导演 我们2022年的时候 在那个台北北义中心那一颗球 开幕的时候 我们就找了王嘉明来跟我们合作 来成为我们这一次达文西的notebook 这个的导演 你可以从这个的命名去想到 就是说为什么取名叫达文西 因为达文西他其实是一个又是数学家又是科学家又是发明家 所以如同找这个导演是来挖掘我们马戏元他的无限的可能 然后来用这个脚本来把它放入进来 听志伟这样讲其实我完全可以感同身受的确就像你讲现在都是在跨界 所以其实从最早那个时候比如说剧团推出音乐剧 然后音乐剧这件事情你难道就没有舞蹈吗 你还要找人来舞蹈吗 然后你还是要有人有歌手来唱歌 然后戏剧的演员 所以其实的确跨前早就开始了 然后以前我们都一直以为特技杂杂 就像你讲他可能是一个比较支持或是配角的角色 就是你就是出现在各个剧团里 那现在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独当一面 而且不是像我们以前以为的就是说 呃露天啊 然后弄个帐篷啊就演 现在是真的可以到舞台上 然后变成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演出 但你说这个在国外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了是吗 嗯对因为毕竟这整个的circus的文化 马戏棚的文化 这个东西是从国外把它整个发扬光大了嘛 因为早期这个跟呃为什么会有马的出现 为什么叫马戏团 其实它跟很多的时空背景有很多的关联 快速讲就是说以前其实是用马来打仗 但是船间炮利工艺时代来临 这些马不知道干嘛将军就没有打仗了 所以他们要把马变成表演 他们才有办法生存 所以就变成有马术 在马上面要干嘛干嘛 那为什么是马戏棚跟圆形的circle 所以circle跟circus是很接近的 因为马如果今天不是一个圆的 他如果是一个镜框式舞台你就会看到马叩叩叩叩叩 他就跑下台了 所以为什么是一个圆形 因为马永远都没有镜头的在跑 所以这是一个过程 那看马看马看整场演出一个多小时 你也会觉得很疲乏 所以就开始会加入 比如说怪台秀啊 诸鲁表演啊 火舞表演啊 特技表演 所以整个的这样一个结构 其实是一个行之有年的一个过程 懂 所以就是把一群人聚在一起 然后看一些比较 呃特殊 特殊体力 就是说他做得到你做不到的 然后大家觉得哇好酷好炫 那但是现在的马戏团已经没有马了 对不对 没错 应该说就是从马开始 再加入到大象表演 狮子老虎驯兽 但是这几年你会发现看到 为什么这些团体一个一个收掉 一个没有 因为整个的全民的一个 动保的一个意思 因为在那个训练的背后 其实是不人道的 就是他要能这样子打一下 他才敢走过去 或者是打一下 他才能两只脚站起来 或者是倒立 其实你可以知道 这个训练的背后是比较残忍 那回到我们身上 为什么人就可以 其实以前我们的训练也是这样啊 你东西掉下来 你倒掉下来 也要被老师修理被老师打 但是人是有选择性的 但是我们其实以对动物来讲 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残暴 甚至听到有很多过去的新闻 你会看到有些动物 甚至可能还被打死还是怎么样 所以这样的一个意识慢慢的出现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这样一个 传统类型的马戏团 一个一个收掉了 其实世界上现在还是有几个团队 还是有用动物在表演 只是说他对比在过去的 这三十年以前五十年前 其实是少了非常非常的多 懂所以大概比例上面的话 就是现在其实真正还有动物表演 或是其他也不太敢说真的叫动物桌 像我们去看那个太阳马戏团 好像就没有动物了 他们就是高空跳水 有很多的机关什么什么什么 没错就是取而代之的是什么 就是华丽的背景 华丽的舞台服装啊道具如何很精致化 然后甚至到后面导入很多文本 比如说像太阳马戏团前几年的一些作品 他用了阿凡达电影 或者是麦克尔杰克森的题材 来排录到这个作品里面 就开始用更多各种形式来做一个吸引 比较相较于过去的可能一百年前 或者五十年前大家用的是 哇那个有看过大象倒立吗 有看过老虎走钢丝吗 所以大家取而代之的是这一些的转换 包含新媒体啊LED啊 视觉的感受啊VR啊 去取代这些东西 所以对观众来讲其实是有眼福的 其实就是又多了一个可以欣赏的表演艺术 嗯对 那其实我知道你在去年 是去年前年就开始做了这个 马戏艺术节 是在台湾是吗 对应该说刚刚讲的 这么多的事情就是说 如何让马戏跟特技他可以走进剧场里头 但其实我们最擅长的从以前的训练出来 就是取悦观众 在所谓的商业市场 但我们这样走了过去 这样12年下来 我们就发现 好像又少了那样的对观众的一个连结 反而你今天走到剧院里面要卖一张票 其实好难好难很辛苦 因为台湾的表演剧团很多 而且这类型的表演你又不可能说把街头的东西放到国家剧院里还在表演那个舞科球 炫技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在想同时在想这件事情的资予就是十年前我们2013年第一次出国的时候 我们就去到了法国 就去到了人家的马戏棚表演 所以那时候的震撼 以及那时候我也才23岁24岁 一群不到20岁的伙伴 我们竟然来到了法国演出 而且在马戏棚 那时候观众的反应好吗 很好啊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看过台湾有马戏团这件事情 或是台湾来的特技表演者都好 但对我们来讲的震撼是 天呐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 在卡通看到了马戏棚 我们竟然世界演出的第一场在马戏棚 所以那时候的就绕下一个话就是说 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台湾也可以在自己的马戏棚表演自己的作品 那该有多好 那刚好借由前几年的疫情的诞生 我们就在想 对我们还有什么梦想没有完成 当初成立这个剧团的梦想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走回剧场 其实我们在2012年就完成这个梦想 是 第二个梦想就是要 买马戏棚 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就在疫情的时候 也就是去年我们办了第一届的马戏艺术节 那这个艺术节是偶然的 就是说我们真的在前年买了帐篷 但是你就发现 买了帐篷 没有内容到底要买帐篷干嘛 等一下 等一下那个帐篷有多大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个帐篷的高度有17米 也就是说将近四层楼高 然后它的原心直径有45米 所以里面可以做1000个人 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量体 但那个东西一下去 你会想象到就是所有的人的那个回忆都回来了 像我印象中去年在办活动的时候 我们很意外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表演剧团 要去办一个艺术节 其实那个不是我们的本业 但是我们竟然吸引到了8万人来到这边 其中有几个很感动的事情 就是说路过的民众全部都停下脚步 一直在拍这个 然后小朋友来到这边很快的 没有进去帐篷里面看表演了 他们都很想要走进去 甚至有一个阿嬷她已经七八十岁 她说我上次看到台湾有这个东西 是50年前 可不可以给我进去看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我想要买票 我有钱我可以买 但其实我票早就都卖光 你可以看到一个东西的出现 它创造的不是我们自己心中 想要走进剧场那个期待 而是观众的快乐 大家来到这边很快乐的那个能量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 取悦观众这件事情 也在我心中有很大的共鸣 其实我们到底 其实就是希望找到 看得懂自己的群众 所以你做一个表演 你希望得到那个掌声 但是更重要的 当然你享受这个表演 但是你更重要 你也希望就是观众 是带着愉快的能量离开的 没错 因为其实我在疫情的时候 其实表演剧团或是很多个行 各个业其实都很辛苦 尤其表演像我身边的很多的 以前的同学啊朋友 他们其实都相继离开这个舞台 因为表演者没有舞台 而整整两三年 他们基本上就很多都转好 尤其是我们这种动身体的 他基本上一个礼拜不动 他就很难再出来 甚至一个月甚至一年 所以在疫情里面受过 真的还蛮多的人支持 包含林怀明老师 出来帮我们募款 然后很多的人捐钱 我在有一场的 美国的线上演讲 就有一个人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 他就告诉我一句话 他就说 这个世界有钱的人很多 但可以带给别人快乐的人 却很少 他说他听完我的讲说 他觉得Focus一群 可以带给别人快乐的年轻人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 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 所以就当我如果撑过这个疫情 以及我能做更多的东西的时候 我想要带给这个社会什么 所以这个马戏棚 我们就从只是想要买一个这个的梦想 变成我把它变成一个艺术节 希望三岁到八十岁的人 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艺术节 都可以很快乐 好棒哦 听得很听你开心 所以去年是第一届 然后今年会继续做 我们预计目标是两年半一次 两年半一次 所以明年是2025年的时候 会在哪里预计 现在可能还不能公开 但已经在筹划中了 希望今年的下半年可以公告大家 我们第二届的地点 好太好 到时候我们追踪一下 然后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 记得哦 就是台湾的马戏团 叫做福尔摩沙马戏团 然后呢 福卡萨的马戏艺术节 可能会在明年的时候再办一届 好啊 那也是会邀请国外的这些 马戏团体来 对不对 没错 去年像我们在办第一届的时候 其实它就已经创下了 亚洲最大的马戏节 因为八万人其实我们都不会想 而且对比像主持人 宁神人戏剧系出身的 你就会知道 其实过去在做一个艺文的事情 你要号召到万人以上 是很不容易 而且在一个周末 所以我们在第一次 就邀请了八个国家的人 来到这边 你可以想象 因为我们去年第一届 其实是办在台南嘛 你可以想象中 我们找来了八个国家 总共加起来有三十个团队 我们加起来的演员有超过三百位 等于说三百位会后空翻的人 一起聚集在台南 到哪都在后空翻的概念 这样子 哇 这个画面 我好有画面 好 所以真的不要太小看台湾音 而且就是 呃 你们真的不但去过了法国 把台湾带出去 也把这些世界带回来台湾 给大家看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 马上再回来跟 呃 今天在现场的是 福尔摩沙马戏团 创办人林志伟 我们再跟志伟再聊一聊 那未来 你还会带给我们 更多的什么样的惊喜 好吧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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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 福尔摩沙马戏团的 创办人林志伟 哈喽 志伟你好 哈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这个马戏团 其实跟我们想的是 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 今天我也是 认真的上了一课 这个是 呃 一个上得了殿堂 上得了国际的表演艺术 然后 就是我们这位台湾音音啊 就是 林志伟 他也为后空翻 然后带了一群 为后空翻的人 一起创立了这个 很有意义的 福尔摩沙马戏团 跟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其实我自己很有兴趣 就是说 当然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人 就像你讲 很多剧场的人 就离开了这个产业 然后其实现在年轻人 也花很多的时间 在手机上 那 你会期待什么样的方式 再让这些人 当然是回到你的 这个帐篷啦 但是就是 回到这个表演 真实来参加 这些表演演出 你有什么想法 嗯 因为其实 疫情的时候 我觉得他带给我们 最棒的礼物 其实就是时间 一直在想 而且在疫情 这整个结构 包含延续到现在 很多人都在数位化了 但疫情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现 其实表演真的很难 线上化 或者是把它数位化 因为我会认为 成立这个剧团的 最大的一个背后的意义 包含我自己学表演 一路坚持到现在 就是台上的表演者 跟台下的观众 他那种即时的反应 他给你的回馈 那个就是产生出一个 最棒的化学反应 那个就是我们 为什么会继续 表演者一直坚持在这个舞台 因为其实你回去看 很多不同领域的表演者 不管是舞蹈戏剧 还是像我们的特技马戏 他们真的是 我都有时候就觉得 他们用什么信念 让他们支撑到现在 因为很多的人到现在 都还是 这一档节目排了三个月 然后演完这个周末的 五六日演完 他又回到自己咖啡店去打工 甚至平常自己去教课 所以你知道他们对于这舞台的热爱 是不是用钱去衡量的 然后对比现在的AI时代来临 苏维时代来临 我更觉得很多产业确实是会被取代 那我觉得像我们这类型的表演 反而很难被取代 因为观众 他就是要看现场 哇好强哦 那种直接的反应 甚至演员的那个汗 就喷到他的身上 或者是看到这个演员 他失误了 他怎么去救场 但是你看机器人来表演 因为其实我们前阵子很常看到一个影片 就是说机器人去投篮 每一颗三分球都投进 也有看到机器人去当那个空中飞人 所以就说这样子一个零失误 真的是观众要的嘛 你所有东西你没有所谓的 呃会有一个意外 但其实我们最爱看的就是意外 为什么特技马戏让大家这么喜欢 因为他就是觉得你会掉下来啊 所以我就想要买票进去 但大家又说你们不要跌那么高好不好好危险 所以我觉得嗯大家就是一种矛盾的 其实就是你想那个tension 就是其实呃应该是感同身受 就是说我们其实进剧场里面 就是要感受到那一种呃 因为我们都不完美 所以你就会想说天哪 我跟他一起在这个时空里面 然后我看着他 我知道他一直想把这些事情做好 然后他有没有做好 我好像整个心跟他一起选择 没错那当然你做好了 大家就为你鼓掌 然后如果你真的失误了 那大家会一起关心你说 有没有怎么样这个 你会怎么站起来 没错没错 所以这的确是现场表演 最吸引人 然后最放不掉的一块 因为其实在疫情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的政府部门 不管是文化部 甚至很多的地方政府 他们都在辅导你转型嘛 那时候就很多的计划出来说 哇你要不要数位化 你要不要变成线上观看 但回到我们自己内部在讨论 我们没有想要去做这样的改变 因为那个所有的组成 都不是我们一个表演剧团的组成 比如说他的敬畏的视角 变成电视或者电影的节奏 跟我们在拍近框视舞台 是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这一群伙伴们 都不是我们的专业 那我们为什么要现在去做了一件 我们未来 或是我们本身不专业的事情 所以我们坚持在做线下的事情 所以过去这三年的疫情 我们都一直在把未来的计划 在这三年的疫情里面 努力的去把它排 一直在排未来的节目 所以像去年我们一口气 就排了三个年度作品 今年也两个 包含筹办了我们买了马戏棚这个计划 包含办这个艺术节 我们没有说强迫自己说 大家现在去找这个钱 然后硬去写一个补助 然后来去拿这一笔钱 所以反而疫情给了你们这个三年练功 跟某一件的这个时间 好太棒了 会非常的期待你们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就是福卡福尔摩沙玛戏团的创办人林志伟 来到我们的现场 跟我们分享了非常热血 然后非常有创意梦想 但是又带着国际观的这样的一个创业故事 那我们一起期待你们明年 会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精彩 跟这个表演好不好 好欢迎大家明年来我们的 福卡萨玛戏图节玩 有心有听众朋友记得上网查一下 然后追踪一下他们 好那今天谢谢志伟 我们下礼拜六同一时间早上